當我啟動錶單的時候 這邊下拉清單裡面 它可以有 就是血型讓你挑選 所以 如何 當錶單啟動的時候 幫我自動增加一些清單進來 那這個我想很重要的 因為如果這樣可以做到的話 以後你跳出來用選的就好了 其實有時候讓實用者用選的比較不會錯 因為他不知道填什麼就亂填 亂填的結果就是容易產生程式的錯誤 所以最好是什麼?下拉清單 那要如何當錶單啟動的時候 可以增加整個四個血型 其實做法也蠻容易的 不過先把它關掉給各位看 接下來一樣切到Visual Basic 再來特別注意 這個時候撰寫程式的位置 記得不是在模組 而是在這個比較容易做錯 在表單的空白處 表單的空白處 點點點這邊 隨便一個地方 點兩下 它會跳出什麼? 跳出表單這個物件的什麼事件 這個是事件 那當這個是什麼? 當表單被點擊的時候 可是問題我們不是啊 我們是當表單被載入的時候 我們去做什麼? 把那個四個血型放到我們CP01裡面的這個動作 所以基本上我們記得點兩下之後 把Click事件改成第一個 這個有一個叫activator 這個叫activator 這個就是當它被啟動的時候 表單被啟動的時候 所以你把這個Clicker 這邊這兩行把它刪掉 當表單被啟動的時候 做什麼事呢? 按個TAB鍵 幫我把那個血型A到A B O AB 四個血型放在CP01裡面 那特別是 我剛剛不是就是 這個叫CP01 所以特別注意 你要先把這個名稱先改一下 那我要把 當它啟動的時候 把資料放進來 所以記得就是 activator 事件 然後呢 按個TAB CB01 當我啟動的時候 我就放什麼 你就CP01點下去 它會有個叫addItem addItem 顧名思義 就是增加項目 什麼項目 雙引號兩個 移到中間 A型 那一樣的方式就是 因為我要四個 所以你可以先做一個 addItem 空一個A型 然後Enter B型 O型 AB型 那你把它 做一個之後 貼貼貼之後 再來改 就是A B O 然後這邊是AB 這樣就做完了 所以以後 你反正只要有個下拉清單 你只要知道它的名稱 配合它有個方法 叫addItem 就可以自動幫我把 我們要放的東西放進去 做完之後的話 你可以test一下 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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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當表單啟動的時候 增加那個下拉清單 我把它啟動一下 給各位看一下 做完這件事應該 不難理解吧 表單啟動 做這個事情 執行一下 下拉一下 有沒有 下拉清單就有了 OK 所以 以後如果你不只一個的話 一樣 反正CP010203 那你就 當表單啟動的時候 你就把東西寫在那邊 它一啟動 資料就先進去了 那將來使用者呢 再去用填的 看它是哪一種血型 就可以 幫你填進去了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請各位試試看 那 切記 第一個先確定一下 你的Name 對不對 第二個的話呢 在表單空白處點兩下 改成 Activate 不是Clicker 如果是Clicker的話 會變怎麼樣 像之前有同學是這樣 就是說 他把它寫錯位置 他寫到Clicker 然後啟動一下 沒有對不對 可是當它Clicker的時候 有了 知道意思嗎 所以因為它寫錯位置 它是當Clicker的時候 才會 所以那個 事件意思就是說 當什麼情況發生的時候 做底下的事情 OK 所以也就是以後 如果你們要理解更多的話 反正它就是一個固定的概念 就是 當它有什麼事情發生 所以這邊有很多 不過理論上不會全部使用到 大部分常用的應該就是 Activate Clicker可能比較少一些些 OK 那我們就把它搬加 把這個中間的東西 搬到對的位置 然後把底下這個程序刪掉 這樣執行的話 就會當它啟動的時候 就幫我放進來了 OK 這樣應該就沒問題了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 按下去 自動幫我放到最下面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那這個是 如何當表單啟動的時候 我們就自動幫我新增那個表單 新增那個清單 那 待會我們先下課休息一下 那再來看就是 如何按下那個新增 自動幫我新增資料到最下方 好嗎 好